澳門一間酒店兩個尼泊爾籍保安 先後確診新冠病毒 和早前一宗由土耳其底澳的輸入個案相關 澳門政府宣布展開全民檢測 最新確診病例是一個32歲尼泊爾籍的男患者 他在用作隔離酒店的金黃棺中國大酒店做保安 他核酸檢測讓本呈陽性 已安排接受醫學觀察 在同一間酒店任職保安 27歲尼泊爾籍男人昨晚亦確診 兩人都已接種疫苗 根據政府的評估 澳門面臨新冠病毒社區傳播和爆發的風險極高 為防止新型冠狀病毒在澳門傳播 澳門凌晨進入即時預防狀態 下午3時展開全民檢測到下星期二 怎麽樣給予隔離治療 阻斷新冠病毒在澳門社區的傳播呢 我們現在也宣布會在今天9月25日下午3時至9月28日下午3時 就是啟動全民核酸檢測的計劃 有關安排也都會按照早前公布的優化方案 就是進行的 並且採取必要的預約 希望大家就是準時到場 要開動 音質 必要